好来看好吃的高雄有餐厅业者 请来以蔬食料理闻名全球的 米其林三星法国主厨 推出这个号称全球最贵的全蔬食套餐 一克呢要卖你一万五 两个月来据说有五百名台湾人来尝鲜 另外还有饭店业者推出了这个干式熟成牛肉 要恒温恒湿储存二十一天 一克要卖三千八 这个呢就好像是tolo 但事实上是甜菜根 在法国主厨的巧手下 单调的寿司米搭配上颜色鲜艳的有机甜菜根 这道甜菜根握寿司小巧又精致 还有这道摩洛哥坚果油版北非麦粉粒 主厨随性的将数十种蔬菜铺在桃盘上 就像是做画一般 高雄市有餐厅业者请来了 以蔬食料理闻名全球的米其林三星主厨 推出午餐一克要价九千五百块钱 晚餐一万零五百块钱的素食套餐 限量五百克两个月内就被抢定一通 有些人就觉得 蔬菜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一个价值呢 但是其实都有很多有机啦 或者它有一定的价格 除了顶级蔬食套餐抢客外 饭店业者也推出了主打干式熟成牛肉 来满足老头味蕾 将进口的美国牛肉放在恒温负一度到零度 恒湿百分之三十的冷藏室熟成二十一天 利用酵素和微生物的作用 来增加牛肉的嫩度和风味 吃起来牛肉的味道很重 然后很浓郁 然后是比一般的牛肉还要嫩 饭店推出的干式熟成乐野牛排 八盎司就要价一千八百八十块钱 纽约客十盎司则要价三千八百元 不论是荤食还是素食 业者都纷纷抢在暑假 推出高档料理抢顶级客源 中文王家庭张信仪 S小组高雄报导 中文王家庭